今天講國產大飛機C-9 很多噴子 真是中國人 都有人說飛機 組裝機什麼都不是 但其實我跟你說 它是組裝 但你看到 它有很多歐美的技術 歐美的零部件 但是全世界都是這樣 這個波音空客 全部都是有中國製造的部件 供應翻譯 空客也都有中國廠 所以全世界是一體化 有哪裏便宜就用哪裏 C-9大飛機 美國有發動機 德國有起落架系統 它又成熟又便宜 在市場 這些是商用的機器 在市場用到 那為什麼我不用現成的東西 這樣更好 在經濟效能和 經濟效能和 商業化來說 這個才是最大效益化 沒有理由自己沒有的東西 用一些質量差一些 或者質量沒那麼好的東西 比如國產 是有發動機的 質量差一些 經濟效率沒那麼高 燃油效率 沒那麼好 所有東西國產其實有的 所以可以打臉這個噴字 第一 波音 空客全部都用不同國家 不是一個美國 一個法國生產 有全部國家 美國日本 中國零件 全部混在一起 全部都是這樣組裝 發動機 美國 英國 俄羅斯那些機翼都是這樣 第二 第二點就是 中國國產飛機 可以完全自主 這隻C99 可以完全自主 研製 100%國產都可以 例如 我們軍用的機器 有運20 那麼大的飛機 去到塞爾維亞 送一些 防空導彈給它 那麼大的飛機 都做了出來 連個引擎 都是窩線15 國產引擎 所有航電系統 自動導航系統 駕駛系統 衛星 全部都國產 起落架 全部都國產 所以證明了 中國可以製造到 完全100%國產的飛機 連引擎 航空 航電系統都可以做到 但是 幹嘛要這樣做 還有 第三點就是 用國外國的 首先第二點 這隻飛機 也有 CJ-1000A 長江1000A 的發動機 準備做後胎 到時 就可以 避胎 美國一斷弓 我們立刻補償 也有兩條戰線 或者 全全取代 是完全沒問題 因為現在 國產的發動機 已經突破了 之前有些金屬材料 因為 因為 融點 不夠外國的那麽高 就不可以 在超高溫的情況下 運行 高溫的情況下 運行 令到壽命低 現在解決了問題 還有效能已經很強了 參考了很多 俄羅斯以前 烏克蘭蘇聯那些 現在已經強了很多 所以 完全追回 長江1000已經是 對比 1C CFM 美國 法國 合作 現有C919 那麽 好期待 CJ-1000 而且 本身 就算不用CJ-1000 現在可以用波線15 頂上 效能 功力 燃油耗能 還有 穩定性 可靠性 沒有那麽好 但一用它頂上 國產 為什麽我不用最穩定性 對不對 第3點就是 要取得適行證 當然要用回國際標準 譬如波線15那些是國內的標準 未得到國際歐美認可 那 我現在買CFM NIP-1C 這個引擎 所有 波音那些737 空客那些 A3 320 都在用中 好像是A320在用中 NIP-1C CFM 那些英法 法國和 美國合作的 發動機 或者有些人用英國 那些 全部都在用這些 我覺得都是這樣 接著 那些東西我交給德國 那些 航電系統 美國 非人數據 美國 那 其他東西 通訊 通訊 導航系統 美國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其他 那些 國家的機 波空客 波音 或者 俄羅斯 或者 加拿大那些 航空公司 或者巴西那些 那些 那些 忘記了這個名字 Bombardia 就好像 不知道巴西 加拿大 類似那些 都是用這些 國際化的東西 都認可了 第二 第三 四 就是相對 國產C99 就更易取得 國際認可 歐美認可的 飾航證 對不對 那你國際認可 你用它國際的 發動機 飾航證是易取 國際物理的認可 還有 第四 就會綁定了 歐美那些 發展航空零部件的 供應商 那麼 他們都有 有權力的 在美國那裡 在歐洲 這樣 他會給些壓力 去美國政府 和歐洲政府 叫他們去認可 因為每一隻 C99 做到一隻認可 出去歐洲 美國 那他們又不是有錢賺 所以其實中國 用這個 其實商業角度很正常 這樣綁定 這個策略 是對 將來歐美 適航證 或者歐洲國家 白人的國家裡面 對於 這些就無可 否飛 是吧 因為 這個 NIP1CCFM 做的 法國 美國 認可引擎 都是國際 都在認可 都在走 A320 和 波音737 MAX 那為什麼 C99 不給認可 它就會相應 認可 如果 如果你用 國產起落架 國產航電系統 國產導航 國產的 起落架 國產的波線 或者 翔翔江 這樣就無法認可 是吧 那已經 已經 打破了 噴子 誰說的 這隻飛機是組裝 全世界都這樣做 對不對 它可以不組裝 它可以完全國產 好像 中航西飛的 AG-600 水陸兩棲 的大飛機 全部 運二十項 全部都國產 那問題 一樣 飛到 所以 公河國家 澳門人 都很自豪 澳門的中國人 很自豪 國產 大飛機 C99 還有我之前 也都坐過 ARJ21 很穩定 我特意去搭這個 高鐵去這個 長沙湖南 湖南的長沙那裏 就搭這個 ARJ21 去到這個 滿洲里 內蒙古的滿洲里 就 轉機去到威海那裏 停一停 轉機 威海 跟著就轉 因為它ARJ21 就是 千幾二千公里 所以 不是不同 C99直飛 要去威海 停一停 再去到內蒙古滿洲里 如果 現在我搭C99 可以直飛 五千幾公里 應該可以廣州 飛到內蒙古滿洲里 挺方便 所以我很有信心 對C99 ARJ21 國產飛機 我 2019年 已經搭過 所以很開心 國產飛機 很自豪 身為中國人 自豪 一天 終於到了 拍這個短片 想 跟噴子說 造裝是正常的 全世界這麼做的 讀多些書 見識多些 還有 了解多些中國的科技 現在是世界第一二 好 再見